再三七步一遍 很貴 有有有有有 然後兩位看一下左手邊 漂摸一下胸肌是不是 好 來兩位轉向右下角的聲音機 沒有還在你手勾勾地方 對啊 手勾... 哦要兩手勾... 我還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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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一個就好 扣一個就好 拉拉咧 拉拉咧嗎 我們也今天晚上 好 才下午不要那麼閒吃 好來來來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那麼過禮拜在中午了吧 因為晚上將要忙 好可以嗎 謝謝 那我們先來訪問一下兩位 帶來任主持人的心情小貴 他們兩位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已經非常多年了 看到他們今天這麼樣的幸福美滿 我也是剛剛在外頭第一次聽到柯家燕叫謝坤達先生老公 那個打打也很害羞這樣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對新人 除了我是他們的好朋友之外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非常非常適合對方 然後非常適合走一輩子的一對 對我來說是神仙眷旅 神仙眷旅 那我覺得今天我身為他的好兄弟 我應該要為他的宗室大事做一個什麼事情 對 那那個時候我就跟他說那我什麼都可以 我做辦法還是我做什麼都可以這樣 因為你的朋友只剩下我還沒結婚 對 然後他就說我們沒有辦法 我說那我當主持人 然後剛好又是我姊姊也來主持 所以我覺得我們姊弟一起來幫他們把今天好好的主持一下 那姊姊怎麼說 姊姊怎麼說啊 姊姊要唱 我覺得這次跟小鬼一起 因為小鬼跟坤達跟家燕認識非常非常久 然後坤達是我看了他出道的 等於是他還沒有在正式媒體曝光之前 我們就已經幫他們做了很多在Energy時代的一些訪問 或者是獨家的一些節目設計 然後姊姊是跟他一起合作演戲 然後也謝謝所有的朋友們 等於像剛剛姊姊說的 大家都看他們長大 那我跟小鬼兩個人 我們relate一下內容 在台上呢 姊姊也說就是歡迎所有的賓客們 想要來台上玩 想要用力大喝都沒有關係 那這次應該是我第五次還是第六次主持好朋友的婚禮 我第一次的聽到有新人這麼想要把自己灌醉 大部分都是我們不喝嗎 幫我們換葡萄酒 所以很難得可以看到新人兩個人 一直想要在婚禮開始前把自己灌醉 所以雖然大家沒辦法到現場 但是應該可以看到很多親友們的照片 可以看到到時候兩位新人 在真的進行的過程當中會有多嗨 所以也再次謝謝大家來到坤達 還有家燕他們的婚禮 謝謝你們 再次謝謝兩位主持 感謝小鬼 謝謝海芬 謝謝兩位 這邊請 好嗎 好稍待會有其他更多的貴賓會來到我們的媒體區 稍後再為大家的攝影機 歡迎劉子仙 往後退一步好嗎 好 哇帥氣的子仙哦 獸身有成 哇帥氣哦 非常精壯 跟我們南方坤達在這個原來一家人當中有同台演出 今天來居使好歌人 婚禮 好 左邊再一張 子仙揮個手看一下我們左中右的電子媒體 因為很多的直播 直播的媒體朋友們 直播的朋友們 直播的觀眾 握個手 好 謝謝 那我們請子晴來分享祝福語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參加我好哥們的這個這個婚禮 然後祝他們兩個百年好和 然後早上櫃子 哎非常高興 子仙為什麼你有點喘的感覺 沒有有點喘 我看到這麼多記者朋友們我突然間口渴了 口渴了是不是 那我們祝福玩去旁邊一些喝點 好 去去喝一點水 謝謝 好 歡迎子芊 謝謝子芊 蘇導演 來我們來拍張照 耶 好 呵呵呵呵 來 好我們一起看一下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好 我們參與參與中間一點點 左邊的蘇文森導演是 有五個姊姊對我最註定要單身了啊的導演 是佳燕的好朋友 那肖欣導演是拍攝五星級魚乾女 讓佳燕整個是脫胎換骨喜劇演出的導演的功臣 那右邊這一位屬於安前編劇 來三位一起看一下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好 那我們也是一人來獻上祝福的話 來 我希望給佳燕跟坤達早生櫃子或是像 趕快當乾爹 趕快當乾爹 好那佳燕那小孩來演戲劇 有啊 有那個佳燕已經說今天晚上就要準備要醞釀了 對對他剛剛有回答 對 當人氣尺度大開 那安前要不要說幾個 你都要擔乾爹了 哦好 要擔乾嗎 沒啊 我沒跟你說話 好 沒有要說什麼祝福了吧 沒有啊 呃 就很 很恭喜他們 然後 不知道說什麼 哈哈哈 希望佳燕可以升五個節契 哈哈哈哈 弟弟就注定要單身 謝謝 好那你那個有謝金燕那一部電影 有五個節契我就注定要單身啊 線上很多人在看哦 到底什麼時候要上映 大家都很期待 我們近期會公佈 會 好 請拭目以待 謝謝三位 謝謝三位 導演編曲 感謝 這邊請 鈴鈴 然後中間的攝影機 好以後我們往後退一步 好在中間 在這個我們發財的當中 跟 昆達還有 家演同台演出 也是 這一庄姻緣的見證者 可以這樣說 來看一下右手邊 好轉向中間 好轉向左手邊 好轉向左手邊 好那雨珍我們來獻上新郎新娘的祝福雨好嗎 因為你在我們發財的當中 有跟昆達還有家演同台 那個時候你有意識到這兩位 有點火花了嗎 其實我們剛開始合作的時候 還沒有 然後是到 就是到後來 快殺青的時候 有一點這種感覺 就覺得他們兩個滿好的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戲裡面 大家都常常把他們兩個 湊合在一對 然後有的是開開玩笑 想不到真的是成真 而且 今天我居然來參加他們的婚禮 那有什麼 先上祝福雨給他們嗎 我一直覺得他們兩個 是非常相配的一對 然後 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劇組的所有人都非常開心 所以 對 我希望他們能夠幸福一輩子 然後趕快生一個小婚禮小家業 謝謝 謝謝 謝謝雨珍 感謝您 我們樓上請 謝謝 右下角的攝影機 右邊 好 三位請轉向左手邊 好 右下方我們再來補拍一張 好 那 中間在一次 中間在一次齁 好 再一次 左手邊 好 那接下來美美來單拍好不好 好 對 未來的巨星 我們來獻上祝福雨好嗎 請 你要講 對 未來的大明星 早生貴子 好可愛 那媽媽來 我來講 就是恭喜這個謝氏夫婦 然後呢 希望他們可以百年好合早生貴子 趕快加入我們 對 趕快為Mia還有步步增添 還有啾啾 增添一些弟弟妹妹這樣子 好 謝謝三位 謝謝 來 你要麥克風嗎 那就送你了喔 好不好 以後來當主持人 還是當那個 歌手 拜拜 好謝謝 謝謝 楊先生楊太太 謝謝兩位 來 歡迎 歡迎 哇 哇 好可愛的造型喔 這哪一家 哈哈 好 嗨 大家好 我們先來拍張照 來 往後站一步 往後站一步 是是是 好 一起看向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可以 可以下來嗎 嗯 好 哈囉 好可愛喔 來 兩位轉向左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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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下右手邊 你們右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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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起來 好 可以嗎 謝謝 那請我和先生先生來分享一下 當初你有見證了這個北海道求婚遺失的過程 要不要按間重演一下 其實那個 我可以說是謝坤達先生生命當中最大的阻礙吧 因為總是在他那個人生最重要的日子 我總是會發生一些事情搶他的風頭 他那一次原本是跟我計畫好 然後要在北海道 在那個滑雪場的一個 我們已經學好一個地方 比較平緩的地方滑下來之後 然後在那個地方求婚 但是呢 在出發前呢 我跟我老婆大吵一架 然後後來到了北海道機場之後 變成我跟我老婆的道歉大會這樣 然後呢 於是這個時候 那個家彥就放下新房了 他就沒有想到 那個會發生求婚這件事情 所以他以為就是我跟布丁道歉這樣 OK 然後我們就一行人到了滑雪場之後 然後碰到第二個阻礙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不會滑雪 所以要到達那個求婚的地點 必須要穿上全身裝備 然後坐著纜車上去 滑一段之後才能到那個地方 所以呢 這一對新人呢 可以說是上了纜車之後 一下來瞬間就是一路摔一路摔一路摔 摔摔摔 終於摔到那個平緩的地點之後 然後就要展開那個求婚的那個儀式 因為呢 一行只有我們四個人 所以沒有專業攝影師 所以是由我本人長進的 拍得有多爛 等一下上去可能就知道了 對 然後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後來求完婚之後 然後接著下來 他們又不小心跟我們上去到最高的黑線 然後聽說謝坤達那個到了半山腰之後 然後佳燕說他不敢再滑下去了 所以謝坤達拿著他自己的跟佳燕的滑雪板 跟所有的裝備 然後扛著佳燕往山上走去做拱兜拉再下山 這樣會不會太複雜 反正就是大概這個是 所以大概就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告訴他說 婚姻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男人要沉下去 大概是這樣 華燕非常巨細迷的分享 那你們要在線上幾句祝福於來 這一對我們在朋友圈 大家都稱他們為神雕俠侶 很開心看到他們結為連禮 身為 算是他哥哥 兄長的我 非常欣慰 然後呢 這是他乾女兒叫舅舅 所以今天也很榮幸擔任他的花童 希望他們百年好喝 早生貴子 謝謝 那舅舅要不要說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好謝謝 他已經準備好要去做花童了 好謝謝 謝謝王漢森 謝謝舅舅 謝謝舅舅 謝謝這邊請 接下來我們歡迎 掌聲歡迎 好朋友 歡迎桃子姐 以及女人哥 歡迎兩位 這邊請 好 好兩位看向中心下方的選影機 桃子姐跟女人哥是非常照顧 這一對新郎新娘的前輩喔 感謝 好兩位轉向右下角 好兩位請轉向左下角的選影機 好那我們兩位前輩來分享一下祝福語 今天是很開心來參加坤達跟嘉燕的婚禮 然後我跟坤達認識快十年了吧 然後我跟嘉燕在工作上也合作過 今天是以長輩的身份來的 因為我演過兩次是客家營的爸爸 所以很開心看到他們這一隊能夠 今天能夠走上紅台 然後完成人生很重要的這一刻 許桃子姐 其實他們在我們的聚會中 就是非常安靜的一隊 所以我們就預測他們的婚姻 可以走得長長久久 因為就比較不會那麼火爆 然後又因為兩位是很好的演員 你知道演員的婚姻都可以演得很好 所以 我的意思說像我老公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那他 他就是 生氣的時候他還可以演沒有生氣 所以你知道演技在婚姻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一定會長長久久 也就讓我們早生櫃子甜甜蜜蜜 謝謝 好再次謝謝桃子姐跟女兒哥 謝謝這邊請 好